中国的开国十大元帅想必大家不会陌生,没有他们和千千万万烈士们的付出,我们今天也没有这般美好的生活。 十大元帅们荣马一生,相信在小鱼和大部分小伙伴的印象当中,他们都是整天在枪林丹雨里冲杀的人物。 却没曾想到他们的书法造诣都如此精深,让人肃然起敬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是一个学习雷锋同志的年代,雷锋同志牺牲之后,朱德元帅提词,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。 樱桃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。提词用毛笔书写,字右向左,树列三行,赎款,朱德1958年7月9日。 字体似苍松挺拔,使人觉得雄魂有力,贺龙元帅的提字十分罕见,以至于目前还不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故事,非常值得欣赏。 1942年,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僵尸阶段,总结之前的战争情况,毛主席等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我八路军新四军,由于身体素质相比日军来说处于劣势,所以要求全军要加强体能锻炼。 贺龙元帅也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,于是在闪甘宁边区的时候,写下这符字,叶剑英元帅在1963年为广东归封山写家的提词,万众辉除绝大地,让人年笔作诗篇,江山岁岁天心静,如此归封写不完。 这首诗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叶帅前往烟台时所作,表达了叶帅当时的心情,飞向烟台寻护地,海面云风云下窥尘势,左右蓬莱威海卫,仙人扁单挑双语。 喜看祖国称大志,甲午风云今已成有意,九亿人民其奋力,兼奢四化开心计。 刘伯成元帅的一封书信,内容太多,就不一一腾写了,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道。 已是悬崖百丈兵,有有花之鞘,鞘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 在道山花烂漫时,他在从中校,这本是一首毛主席繁写路由永梅词而作的诗, 刘伯成元帅将其写下来,送给了辽宁省博物馆。 这是陈毅元帅回复解放日报文艺组所要诗词的信,内容是,解放军日报文艺组,来信收到,当全力满足你们的要求,此来致并能显示自然是大好事,空医护不批准,奈何。 林彪元帅为广播事业的提词,林彪元帅提词,内容为特殊时期的口号。 彭德怀元帅提词,笑于只有出小文化,内容实在看不懂啊,又看懂得还望不吝嗣叫,留言告知不胜感激。 彭德怀元帅提词,继续先列血迹前进,中国人民彻底解放。 徐向前元帅为战略导弹部队金火箭军书写的提词,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,保卫世界和平。 徐向前元帅提词,以长征的精神,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 罗荣还元帅提词,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,必须与文成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相结合。 念容真元帅提词,就死扶伤防病治病,为人民健康服务,是我军医务人员的传统美德。 念容真元帅提词,洗松百知气概,念四化之早成,最后小鱼想说一句,今日知中国如您所愿。